精一的傷害 1. 腋帶 1. 皮膚 2. 髮型 3. 髮型 3. 髮型 3. 髮型 哈囉大家好 我是萌擬卡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品牌是 Biofuture 我這次也是試用他們家一系列的產品 那他們家是以脂脆為主 成分也都非常甜染 我試用的效果也覺得非常好 所以來跟你們推薦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卸妝凝露的部分 這名是水漾五橫卸妝保濕凝露 露術的話是兩百夢 那它特色是可以乾濕兩用 我自己是習慣乾濕的使用方式 重點是它也可以卸眼唇 而且卸得非常乾淨喔 像我使用的時候我就會拿化妝棉 濕敷在我的眼妝跟唇妝的部分 輕輕的就可以卸除了 再來我會按在手心上 先在臉上按摩溶解彩妝之後 用清水清洗掉 洗一次就卸乾淨了 很溫和又很保濕 卸完的時候也不會很乾涼 像這瓶卸妝凝露的話 它是有積雪草的成分 它可以提升肌底的防護 它用起來也是蠻清爽的 蠻好用的 再來介紹的是雪融化氨基酸保濕結菸乳 氨基酸成分真的非常好 因為它積溫和又有很強的洗淨力 那這支的特色呢 其實它是有再添加了雪融化 雪融化是來自阿爾卑斯山的 油漬雪融化 有抗毛的作用 同時可以保濕 淨白跟緊緻毛孔 檢測出來是PH直弱酸性的 洗起來是非常的溫和 所以它的泡泡是非常細質的喔 我自己有請我男朋友洗 它是油性肌膚 混合性片油性 它洗了一陣子之後呢 臉是蠻乾淨的 毛孔就沒有這麼粗大 然後粉刺跟痘痘都有減少 以這支洗面乳來講的話 CP值還蠻高的 再來要說的就是美白精華液的部分 櫻花區黑鏡白鏡翠 可以看到它現在就是有這個 小顆粒 結合了這個櫻花萃取 還有其他 維他命C啊維他命B3 它們其他的這個植物萃取成分 你越按摩它越吸收會 有一種水嫩的感覺 有水慢慢跑出來的感覺 然後吸收非常快 個人很討厭黏膩感 那它是一個不會黏膩的精華液 除了這個之外它還有就是燕麥的萃取成分跟白下去 我這用了差不多 快一個月是有再更透白 因為它可以改善暗沉 大黃還有斑點的部分 然後斑點也都變淡了 最後一個要介紹的就是妝前毛孔隱形精華 像我的部分的話是T字部位 真的會毛孔比其他地方還粗大 它有蘑菇萃取的成分 可以讓我們有緊實的作用 也可以平衡肌膚有水分泌 還有鍋尿酸那一樣就是保濕的成分 跟維他命E滋潤肌膚 其實我會選這支主要就是因為它成分蠻甜然的 加上呢它用起來真的是同時保濕跟控油 像什麼細紋它也可以幫忙撫平細紋 真的是讓你的妝容看起來更沒有瑕疵 以上呢是我這次試用 BioFuture它們家 以植萃為主的系列的包養品 我們下次見囉掰掰